28日冲突双方 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 继续在首都喀吐木 及其附近的北喀吐木 恩图曼三市组成的 首都圈地区激烈交火 苏丹武装部队称 控制了喀吐木和北喀吐木的部分地区 自本月26日起 苏丹武装部队 针对由快速支援部队控制的 首都圈多个地区 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当地媒体报道称 此次攻势是自冲突爆发后 苏丹武装部队 在首都圈发起的最大规模进攻 28日首都圈战事升级 冲突双方在多个地区展开激战 苏丹武装部队当天宣布 控制了北喀吐木的卡德鲁地区 并切断了快速支援部队 从苏丹最大炼油厂 喀吐木炼油厂 获取燃油的重要补给线 此外 苏丹武装部队称 进入了喀吐木北部的穆克林地区 控制了该地区多座地标建筑 为进一步向喀吐木市中心推进 建立了前沿阵地 苏丹武装部队当天还表示 在多个地区的战斗中 摧毁了对方数十辆军用车辆 快速支援部队对此均未予以回应 当天冲突双方还围绕喀吐木南部 由苏丹武装部队控制的 装甲兵总部基地发生交火 双方使用重炮 坦克 相互攻击对方阵地 2023年4月15号 苏丹武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在喀吐木爆发武装冲突 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一年多的武装冲突 已造成苏丹约1.88万人死亡 超过1017万人流离失所